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豆芽是黄豆或者是绿豆 在闭光湿润的状态下长出的嫩芽 非常的脆爽好吃 而且价格便宜 我们买的时候就要注意分辨豆芽是否带根了 因为豆芽是鲜生根才发芽的 如果没有根的话 多半是加了保鲜剂等化学物质浸泡而成 看上去特别的白茎卖相好 但吃了对身体无异 所以看到没有根异常白茎的豆芽不要购买 应该买带有些灰色根部粗细适中无异味的豆芽 第二种 泡发好的木耳 很多朋友觉得木耳泡发好后 买回家马上就可以烹饪了 但是商家泡好的木耳 一般都是放在常温下泡了很长的时间 长时间浸泡木耳会产生液毒甲丹爆菌 这种物质会引起食物中毒 所以商家泡好的木耳不建议购买 还有新鲜木耳也不建议购买 都含有对人体优害的物质 喜欢吃木耳的朋友可以购买干木耳回家 放进冰箱里面浸泡 不要超过8个小时 吃多少泡多少 这样才能够保证食材的安全性 第三 发霉的花菜 花菜也叫花椰菜 也是一种常见又好吃的根筋蔬菜 去买花菜的时候 如果发现花菜的表面上有些许的霉点 也不要买回家 很多人会觉得 把发霉的部分切掉再进行食用 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看到的发霉部分 是霉菌 菌丝完全发展成型的部分 整个菜或者四周已经有肉眼看不见的霉菌存在 所以不管是发霉的菜还是水果都不应该再食用啦 也不要因为山家把这些不新鲜的蔬菜低价处理而他便宜买回家 因为高贵也无法去除这些霉菌使用下去对身体无异 海带是属于海产品 能够为人体补钙补点 如果您看到有泡发好的海带 建议不要购买 泡的时间有多长 因为海带泡发的时间一长 营养成分全都浓于水中 口感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在超市 菜市里看到 泡发好的海带不要购买 可以自己买干的回来 用温水浸泡10分钟就可以烹饪啦 第五种 泡过的笋子 春天是吃竹笋的季节 很多朋友会嫌麻烦 直接买一些路边商贩 焯好水泡过的 但是这种泡好的笋子 不管是卫生还是品质方面 无可而知 而且市场人流量大 买的时候下手挑选 水早就不干净啦 而笋子长时间浸泡在里面 卫生条件非常让人堪忧 想要吃到新鲜又卫生的美食 就要自己动手 不要嫌麻烦咯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长知识呢 如果你有其他的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